美国生物学家埃尔玛 做过一个很著名的情绪实验 他把人生气、抱怨 难过时呼出的气收集起来 注入水中 然后把其注射进食验用的小白鼠体内 他竟然很快没了呼吸 负面情绪就像病毒一样会传染 他不仅影响本人的状态 还能改变周围人的心情磁场 想想看 你是不是也经常这样 朋友向你诉苦 你听完反倒比他更难过 同时间发生摩擦 你很容易因此寝室难安 遇见不讲理的烂人 怎么也咽不下心理的火 就像心理咨询师从非从说的 总有这么一种人 想拯救别人的难过 消除别人的愤怒 这些想不开的人 会把自己搞得特别累 太在意别人的情绪 是种社交内耗 与其在别人的情绪里患得患失 不如专注自己的日子 一 远离黑洞体 不被别人的负能量感染 知名创业导师讲过一个故事 他有位朋友 是一家企业的高管 在他带领下 公司业绩一路领先 连续五年出色地完成了增长 然而 到第六年销售业绩 忽然急转直下 而这一巨变 与市场毫无关系 全因公司招来的一个新人 这个新人履厉光鲜 也有不错的工作能力 可就一点不好 喜欢抱怨和吐槽 可以说负能量爆棚 他看不上现行的工作制度 埋怨领导分工不明 抱怨客户毛病太多 久而久之 也影响到了其他人 曾经热情洋溢的销售团队 渐渐变得压抑颓废 他的朋友决定解雇他 但团队却再也难有从前的火力 富兰科林曾说 一颗烂苹果 足以弄坏一筐苹果 遗憾的是 生活中 这种烂苹果不在少数 你本想用功考研 结果室友说 阶层早顾化了 好工作哪轮到你 于是你放下书本 开始一起组队打游戏 你本想踏实工作 结果前辈说好 职位都留给关系户了 于是你开始和他一样混日子 白白蹉跎时间 你本来对婚姻充满稀迹 结果一些过来人 向你哭诉抱怨 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前 错过了机会 你发现了吗 这些喜欢抱怨 满身力气的人 从来不会告诉你 生活得好 只会把你拉入 和他们一样的泥潭 卷层突围里 提到过一个黑洞人的概念 意思是 生活中有一类人 像黑洞一样 能用负能量 把周围的人吸纳进来 一旦离得太近 我们便不自觉地颓废堕落 与之相反 生活里还有一类人 自带发光体质 充满正能量 永远像小太阳般热情洋溢 你想生活里乌烟瘴气 还是鸟语花香 全在你如何选择 与满身负能量的人身交 无异于慢性中毒 跟乐观快乐的人相处 才是对身心的滋养 二 避开垃圾人 不跟别人的愤怒纠缠 曾经有网友谈起过一件伤心事 他说 父亲很热心 爱打抱不平 有一天 老头亲眼看见一个年轻人 把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就上前理论 没想到话没说几句 年轻人就破口大骂 老爷子也不甘示弱 拉着小伙子 让大家平理 结果小伙一把挣脱 吼道 再啰嗦 老子打得你满地找牙 最后 父亲虽然在众人劝说下回了家 可一口气憋在心里无法释怀 竟在两天后中风了 作家张岑熙 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我们应该学会的 不仅仅是远离垃圾人 而是要学会 如何避免把对方逼成一个垃圾人 把冲突和矛盾扼杀在摇篮里 这才是一门学问 生活中 有很多纷争原本可以避免 但遇到烂人时 我们总忍不住理论一番 结果 没改变别人 还把自己搭了进去 碰见不讲理的人 忍不住在公共场合与其争执 耽误了事 丢了体面 为一点不同的意见 与同事争得面红耳赤 不管谁对谁错 都让领导失望至极 烂人和烂事就像一个泥坑 你往里踩得越深就陷得越深 看过这样一则预言故事 很受启发 一个独木桥上面 一只红羊和一只黑羊相遇 硬碰硬的话 很可能同时坠崖 那么到底是谁让呢 如果两只羊的情况一样 任何人都很难做出选择 但把这两只羊的信息稍微一改 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假设黑羊得了绝症 活不过一个星期 而红羊中了大奖 好日子还在后头 那肯定是红羊让路 因为他更幸福 也就是说 如果同时坠入深渊 红羊更亏 损失更大 于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诞生了 幸福让 谁幸福 谁让路 就像林肯说的 与其跟一只狗争路走 不如让它先走一步 因为打败一只狗并不光荣 但被狗咬到一口 却很倒霉 遇事不纠结 与人不纠缠 是自我保护 也是自我成全 不与愤怒的人硬碰硬 展现的不是胆怯 而是一个人 不被情绪裹挟的定理 三 摆脱讨好新人格 不用别人的评价惩罚自己 哲学家萨特 写过一个名为禁闭的剧本 说是三个被囚禁起来的人 等着下地狱 等待过程中 他们开始互相评价 指责诋毁 渐渐的 三人都因别人的评价 产生自我怀疑 痛苦不堪 饱受精神上的折磨后 他们忽然意识到 不用下地狱了 自己已经身在地狱 这就是萨特著名的他人籍地狱理论 这世上 真正击垮我们的 不是别人 而是太敏感的自己 为了别人依据表扬 而委屈求全 害怕别人生气 而甘愿吃亏 渐同时眉开眼笑 你如实重负 渐家人眉头紧锁 就自我检讨 活得紧张兮兮 生怕别人说自己一点不好 久而久之 精神上的重压像 兮兮扶四的石头 总能在一瞬间 让我们前功尽弃 朋友出入职场之时 父母反复叮嘱 他要搞好同事关系 别惹得领导不高兴 他紧记在心 实习实处处陪小心 替领导拿个快递 帮张姐做个报表 主动留下来加班 上班时 别人一说话 他就紧张 下班后 最怕露接单位电话 可结果是 杂活越干越多 工作毫无量 上天 领导不待见 同事不珍惜 最后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半年后 他看明白了 一个人不可能取悦所有人 朋友开始改变 不再到处乱窜巴结人 而是培养自己 把本职工作做好 起初的确 的确得罪了不少人 但大家见他态度坚决 反而客气了不少 很赞同被讨厌的勇气中的一句话 活在害怕关系破裂的恐惧之中 那是为他人而活的一种不自由的生活方式 每一次讨好都在杀死自我 费力讨好的关系 不能长久 小心维系的感情 一碰就碎 众口难调 不如不调 生活本就不易 又何必看别人脸色 走在自己的心路上 远好过活在别人的目光里 四 西鸣最好的方式 拒绝社交内好 脸书曾对69万名用户 分别持续推送积极内容与沮丧内容 随后 他们跟踪用户的反应 发现大部分收视者都会被情绪传染 被推送了快乐内容的用户 发布的图文也带有积极的情绪 而接收到沮丧内容的用户 则呈现出明显的消极悲观 真正成熟的人 都懂得屏蔽外界的情绪 专注走好自己的路 作家李尚龙 在书里分享过一段经历 当年来北京打拼 他和很多北漂一样迷茫无助 事业上一连几年没有突破 周围全是落魄的失忆者 苦闷像流感一样肆虐 但朋友终有个人却与众不同 他出身农村 起点比大货都低 却每天乐呵呵 这位朋友从不爱生叹气 他攒钱给自己买了部相机 没事就走街串 想拍街景 几年后 有人放弃北漂回了老家 有人仍在抱怨中苟延残喘 而这位朋友 却凭借一副摄影作品 获得三十万奖金 之后开始创业 起初 李尚龙觉得 使他运气好 后来他想明白了 使这位朋友的乐观 通透还有清醒 帮他实现了逆袭 很喜欢冯文的一句话 积极的人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消极的人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我们要如同向日葵 跟着太阳走 目与阳光绽放花蕊 而不是对着阴晴不定的月亮 上春北秋 人活一世 各有各的缘法 悲欢不相通 苦乐不相容 日子是你自己的与旁人无关 生活的意义 不是为别人的情绪找出口 而是为自己的生活找出路 说到底 我们是为自己而活 也要为自己负责 愿你不为外界所累 活得独立 自由 清醒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分享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欢迎订阅 ен 感谢观看